又惹争议,北京球尼发长文教导雷诗豪,本人怒对,你不配让我打脸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即将拉开大幕,而被国人寄予厚望的U23,国族也在结束了与伊朗的热身赛之后,与昨天非礼因一备战即将开打的亚运男族小组赛,而作为这支U23国族当之无亏的头牌和核心, 韦诗豪在本届亚运会的表现自然,颇为吸引国人的关注,然而这位性格少年却在最近再度惹出了不小的争议,他一次在社交网络上与北京球迷掀起了骂战,事情的起因在于韦诗豪在备战亚运比赛间歇期转发了自己偶像C罗的视频,然而或许是对韦诗豪期望过高,也或许是对这位国族红星近来糟糕的状态十分不满意, 一位北京球迷在韦诗豪的这条动态下发布了几百字的长文,这位球迷给韦诗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的同时,也对他进行了批评,但血气方刚的韦诗豪怎能会容忍球迷在自己的动态下面批评自己, 于是他在深夜两点多的时候霸气怒对这位北京球迷,你却实懂球,显然,韦诗豪认为,作为外行的球迷根本就不配指责自己,他觉得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并不会成为成长中的阻碍,于是一场网络骂战在所难免, 在当天早上八点时,韦诗豪再度回对了这位球迷的批评,他表示,我用得着要打你的脸,并且配上了一个呕吐的表情,显然他根本不把球迷的建议放在眼里,而韦诗豪的举动也引来了更多球迷的批评, 作为中超公认的最强U23,韦诗豪在本赛季的表现可谓虎头蛇尾,赛季出一度本作国安主力的他,最近却在球队中轮为了替补,不仅仅如此,他还在对阵深花的关键战役中打进了一个金氏骇俗的乌龙球,这也难怪对他寄予厚望的北京球迷,会对他进行公开批评, 无论如何,我们还是希望这位性格少年能早日成熟起来,成长为中国足球的顶梁柱,我们也希望韦诗豪在亚运会拿出出色的表现,真正证明自己最强U23的橙色。